MING PAO TORROW 沒回公司一陣子都很久沒見過 軟和CEO了 不知兩個減肥減成怎樣呢 就叫一下他們 如果要跟朋友多人視像通話 用iPhone的朋友就方便得多了 因為用Facetime就可以做到 新功能群組Facetime 可以支援最多32個人同時通話 但用新功能之前 需要先更新iOS 去到12.1或以上的版本 多人進行視像通話的時候 最怕就看不清楚對方的靈樣 而新功能就留意到這一點 會配合用家自動放大 說話的畫面 通話途中還可以加入新的聯絡人 只要向上拉開功能列表 再按加入就完成了 Facetime時像通話期間 還可以加入各款的相機特效 適合沒有化妝的時候用 如果不是蘋果的用家 其實用Zoom也可以做到的 Zoom是一個商業用的視像會議應用程式 最多可以支援100個裝置 同時加入視像會議 最方便的是不需要所有用家登記 只需要下載程式再輸入視像會議的號碼 或者打開視像會議的網址 就可以成功加入 只需要一位用戶登記 按Meeting鍵 再發 invitation 複製 再發給朋友就可以了 這個程式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可以變換身後面的背景 程式已經內置了一張香港風景的相片 你也可以選擇你手機內的相作背景 那就不怕自己的房子太亂了 縮小畫面之後 還可以使用程式內其他文書處理功能 字幕視像是視前 lentil